预言故事 东神与春神 从很久很久以来 东神和春神就合不来 因为东神觉得春神实在是太放纵人类了 这一点很让他看不顺眼 每一次只要轮到你到人间巡逻的那三个月 三月到五月 神间就到处闹哄哄的 没有一刻的安静 一会儿去爬山 一会儿又坐船出海 一会儿又到郊外踏青 每个人都喜欢往外跑 不肯安安静静待在家里 也没有人会去注意有没有风雨来袭 东神一口气把春神教训了一顿 停了一下 然后又很得意的说 像我 每一次在我值班的时候 十二月到二月 每个人遇到我总是低着头 一副小心谨慎 恭恭敬敬的样子 没什么事就绝对不会往外跑 一切多么井然有序呢 春神安静的听完东神的批评后 便对他摇摇头 笑着说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与其让人们惧怕我 宁可让人们喜欢我 想我 现在 只要人们听到我的名字 就知道美好的时光就要来临了 所有的人没有不幸高采烈的等着迎接我的 我可不想成为一个惹人讨厌的家伙呢 小朋友 压力和强制的手段就像是冬天的寒冷 上人表面上看起来恭恭敬敬的 而内心却是憎恨的 而真正的关怀和鼓舞就像是春天一样 永远带给大家欢笑 喜悦 让大家快乐吧